善导大师的故事 善导大师出生于隋大业九年六一三年 俗姓朱安徽四周人 大师的幼年时代 隋阳第三次清征高丽失败 各地纷纷爆发战争 隋朝很快灭亡 十一岁时 大师目睹世间疾苦 出离全环的道心自然萌发 于是远拜山东密州的名圣法师 洛法出家 名圣法师是三文宗的祖师级人物 他很爱惜这位器语不凡的孩子 为之取名为善导 悉心指导旗 研习法华经 维摩节经等大成经典 一次偶然的机缘 大师看到了一幅西方变强图 即描绘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美妙圣经的画 大师看得心持神网 由然生发了愿生极乐之志 大师于二十岁时 受巨族戒 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比丘 随后大师周游还宇 寻师访道 苦苦追寻 访生极乐之法 有一次大师于一位 名叫妙开的僧人 一起研读《观无量寿经》 知道了可以通过 观想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的庄严 来达成往生极乐的心愿 于是大师在二十三岁时 来到了长安附近的中南山 武真寺 寺里清幽静谧的环境 非常适合静修 大师依照观经的观想方法 经过数年的精勤用功 证得了观佛三昧 能在深妙的定静之中 变蓝极乐世界 如同看眼前之物 历历分明 二十多岁就能在 无人知道的情况下 深圳观佛三昧 大师这一成就 可被前无果人 后无来者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律宗的开山祖师 道仙律师 会把比自己小十七岁的 山导大师写进去高僧传里了 虽然已正得三昧 但大师并未因此自满 仍在滋滋不倦地探求有关静土的教义 二十九岁那年 听人说起 道仇大师在山西秉州 玄中寺 红仙观经深意 于是欣然前往 道仇大师 道仇大师 德望很高 是当时 延期 净土教里 最透彻的高僧 一生讲解观经 两百遍 广劝弟子 念佛访生 极乐净土 祝有安乐吉 两卷 承续了龙树天青 坛乱一脉的 纯正净土思想 废之后 净土宗的建立 打下了基础 已经八十高龄的 道仇大师 见到善导大师后 大为欢喜 将自己毕生心得 倾囊相受 对善导大师思想 体系的建立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经过道处大师的讲解 善导大师明白了 仿生极乐的方法 不仅仅只有在心中观想 还可以口中称念 阿弥陀佛的名号 前者难 后者易 而且只要专念名号 仰靠阿弥陀佛的 大愿业力 任何人都百分之百 往生 四年之后 道处大师往生 善导大师返回 一物真寺 同年 玄奘大师自天主取经 回到长安 佛教的兴盛 与日俱增 但是佛经内容 浩如烟海 一般人都只能 望阳心探 而修行法门 更是有八万四千之多 该从哪里下手 成为了困扰修行者的一大难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 经过数百年的摸索 到随堂时期 由各宗祖师创建了大乘八大宗牌 为大众提供了八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修持方法 八宗之一的净土宗 即是善道大师创建的 净土法门 由于修行方法 与其他法门 完全不同 自古以来 就广遭误解 各家众说纷纭 广大行人 没有统一的标准 借于这样的情况 善道大师回到悟真寺以后 写下了凯定古今的观经四贴书 提出了 本愿称名 凡夫入报 平生涅成 献生不退等思想 将阿弥陀佛的本愿和谈托出 对有关净土的诸多争议 给出了 权卑性的解释 在这之后 善道大师 长期访反于 京郊悟真寺 与长安城之间 于京城的光明寺 慈恩寺 十济寺等 各大寺院 大红法画 三年时间 赶得长安城 满城断肉 出现了家家观之音 呼呼阿弥陀的盛况 真正将佛法 融入到了 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 大师不仅 红化效果显著 个人的修持 也十分惊严 每次进入佛堂 便恭敬和掌 跪在佛前 一心称念佛号 一直念到 生进历劫 才停下来 大师在证得 观佛三昧以后 又证得了念佛三昧 这在古今 高僧当中 都极为少见 大师延迟戒略 千毫不犯 从来不举目 是女人 虽终日盲于 红发历生事业 但大师的衣服和反驳 都是自己洗刷 从来不会找人带劳 大师从来不和人 谈笑游戏 说无意义的话 做无意义的事 杜绝一切 明里之念 再初时 也不与众人同行 都是一个人独行 以免谈论世事 妨碍念佛 不管走到哪里 只要看到 有毁坏的寺院或佛塔 大师都会出资 请人修善 大师还有一个名号 叫光明和尚 因为他口念一声佛号 即有一道光明 从口而发 唐高宗听闻后 此大师号为光明和尚 各地僧众 仰慕大师盛德 纷纷前来拜师求道 不珍寺规模不断扩大 至大师四十三岁时 已拥有佛寺 群落六处 僧众千亿人 殿与亭堂四千多间 山上山下年年四公里之多 大师在此开展教学与弘法 不珍寺也因此成 北厄净土宗的根本祖庭 大师不仅佛法造语深厚 还具有卓越的艺术才华 闲亨三年六七二年 大师六十岁时 唐高宗发心在龙门修佛造佛 山道大师作为总设计者和建造者 缔造了龙门大佛 这一池名古今的世界级艺术瑰宝 除了雕塑之外 大师还在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方面 留下了大量作品 法师赞、郭州赞、网生礼赞 均以贩败唱赞的形式产式净土 其内容多为优美的诗歌 一生书写阿弥陀经、十饭卷 近代有真寄出土 绘制西方变相图三百余幅 敦煌千佛洞的关经曼陀罗 译出自大师之手 永龙二年六八一年三月 法师正在持祭寺内 指导画西方变相图 有一天 他忽然催促画工 加快速度 尽快翻弓 告诉弟子们说 他很快就要往生了 几天后 在大众念佛声中 大师怡然尝试 回到了西方净土 世寿六十九 大师仿生之后 高徒怀孕法师 选择中南山路的神秋园 最为灵秀之地 建塔立碑 塔名为重灵塔 后来弟子们 又一塔建寺 自名为香姬寺 几十年之后 有后善导之称的 绍康大师 曾特别前往 长安光明寺 善导大师的影堂 恭敬瞻里 善导大师一向 启愿一见大师 顶礼之际 大师一向 竟是化成了 金色佛身 显现在空中 这一感应 很快流传开来 后世皆公认 善导大师 是弥陀化身 作为净土宗的 开宗祖师 善导大师 对后世的择批 本应 慧及千古 但遗憾的是 由于唐末 慧昌法难 以及古代 十国的战乱 包括 净土宗 开宗祿教的 根本组点 关经四天书在内的 绝大部分著作 均在中国境内 失传了 净土宗的正宗传承 就此中断 在随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广大净土行人 缺乏纯正的理论指导 只好引用 只好引用 他宗他派 肥靠自立的修行理念 来解释 仰仗佛力 加持的净土法门 致使南辕北辙 痛失 往生大力 直到二十世纪末 谈完 道绰 善导大师 一脉的著作 才由慧静法师 静宗法师 从大政藏中 慧静编辑 广泛出版流通 并且在他们的 吉利宣导下 善导大师 创建的净土宗 再次焕发出光芒 引导一批 又一批净土行人 踏上了 必定往生的 光明大道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